哈利路亚,欢迎感谢主, 首先,我将命要众债民力归分给神, 很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 即与叶牧师、沙利和Joyce 去荷兰的海牙教会里面, 大致上去之前,我都有些压力, 但在当中,就像牧师所说, 轻松得盛, 语言上有自己的限制, 也有点担心, 不知如何和童心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沟通, 因为那边我们所服侍, 大部份都是来自中国来的一些移民, 我们也带着很多一些问题, 或者过去一些传统, 或者一些观念, 以及拜偶像, 我们遇到一些, 所带来他们的深深的影响, 特别是那里面的影响, 那我们很感恩就是说, 周牧师, 那边周牧师和周师母都给我们的机会, 去跟一些各别的弟兄姐妹去谈, 那我过程里面, 我很感恩, 我想不到我会可以听到他们讲, 我是想不到的, 还有我可以跟他们去讲的, 那我只是觉得我自己, 普通话真的很普通, 但是我发觉, 当我去全心全意交给神的时候, 我放松自己的时候, 我就好像平常跟人聊天那样, 行话家常那样, 还有聊过程里面, 透过有神的一些说话, 看到他们自己讲的一些问题, 我没有指出他们的问题, 但是在过程里面, 我很感谢圣灵在当中一起同工, 还有在佛事上面, 看到神母大的同在, 我们没有想过的, 不过就是说, 比我最大的得着呢, 就是说, 我突破了很多样东西, 还有在佛事上面, 看到, 我比以前还关注了人的需要, 和面对不同的弟兄姊妹的困难的时候, 我很感恩, 就是我和阿沙尼和阿Joyce, 真的好像调动位那样, 去到不同的人的帮助里面, 特别是有一个姐妹, 她拜天道教的, 那我不如留给阿Joyce去说, 大家姐妹好, 在分享之前, 想说一下, 为何我会去参加, 因为当我每一次, 听到牧师说的, 去宣教这些分享的时候, 里面是有反应的, 有感觉的, 第一次, 第一次强烈的, 但是我想一下, 我总不能够, 每次分享完之后, 感觉完之后, 就是这样坐在那里, 所以我想找答案, 到底每一次是感动, 每一次是强烈,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找答案, 所以又刚好听到牧师, 去荷兰, 那我就立刻当日去联络牧师, 那这样之下, 就搭出去, 要去看一下, 是, 是,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答案, 或者是, 需要我和我说些什么, 所以今次这样参加, 今次去到, 有两样东西, 我会比较深刻印象的, 第一样东西, 第一天去到荷兰的时候, 当日, 晚上我聚会完了, 那我们就回到旅馆, 来到休息, 那我对脚大旅馆的时候, 那个地下, 那个大堂, 那我对眼睛就, 很多飞蚊, 很厉害的飞蚊, 就是本来我有飞蚊症的, 但是呢, 就增加了很多, 那当时, 很突然的时候, 第一晚已经这样, 那我后来就和牧师说, 我对眼睛很不同, 那牧师就说, 我祈祷, 既然第一次之后, 就减轻了, 但是仍有很多, 第二次祈祷的时候, 就没有了, 新的那些就没有了, 那我很感谢主, 就是那个上帝在当中, 即时的医治, 这个是那个经历的医治, 那在这个的这几天里面, 上帝教我们, 如何来到去接触那些人, 如何去处理那些事, 比如刚才说, 信念提到, 有一个的姐妹, 他以前所信的那些偶像, 信到耶稣之后, 其实去换汤不回药, 很混乱, 就是整个思想很混乱, 我们以为, 他收到明白, 我们所说的, 就是关于耶稣的东西, 但是转头, 他又说, 我们静点, 我们心静点, 我们就会去社罪, 整个观念又错了, 那我们分别三个, 不同时间, 来到去接触他, 接着我们在房间里面, 有时会说回这些情况, 咦, 你是这样啊, 大家就会发现同一个问题, 于是乎, 我自己讨告求主, 教我们如何去做完这些方案, 有一次, Sally和他聊的时候, 我有一个感觉, 要走过去一起去聊, 但有一个感觉就是, 用经文, 用圣经, 不要只这样聊, 打开圣经来这样说, 当时我坐下来之后, 听他在说一些东西, 我有一节圣经人出来, 我便给Sally和他聊, 因为他在说, 又交给他来再解释, 当第一节经文交出去的时候, 跟着我脑海面终终终, 经文就出来, 我就抄抄抄下去, 然后就逐节给他, 大概十两节左右, 那些经文, 看回的时候, 是一个信仰基础, 是一个信仰基础的, 之后呢, 又说到那个关系, 当这个姐妹, 看了经文的时候, 听了解释, 又说到关系, 她就很开心, 很开心地说, 她说她曾经在上帝一年, 很想知道, 她和上帝是什么关系, 她说, 现在让我知道了, 让她找到了, 但我相信是真的, 我相信她这个, 这次真的是听进去了, 那这个, 就是上帝在当中, 来到她去设下经文, 和教会如何来做第一部份, 那做完第一部份之后, 那就是第二部份了, 那我就听到师母她们说, 就是当地教师母她们说, 她家里有很多, 就是有些过去的偶像那些东西, 那些关于那些物品, 是没有扔的, 不肯扔的, 那后来我就再设告我, 那我说, 这个是需要清除偶像的, 朱月哲论, 那我说怎样, 因为这个是用经文, 圣经图去说, 就用她去看到, 神的话语是怎样说的, 那后来在临走那天, 就成立了两节经文, 有一节就是, 帖沙拉迪家前书一张九节, 不知道五节就是九节, 这个就是离弃偶像, 非常真实, 那第二节经文呢, 就是诗寒传, 找到保罗在这个以匹所教会, 不是以匹所的地方, 带了人信主之后, 那些邪术, 那些书就全部都放出来, 然后就烧了它, 那我这两节经文呢, 就跟她去解释, 跟她谈, 那之后呢, 她就一直去问一些东西, 一直在她说的时候, 她明白了, 看到她, 就是个人松的, 而且愿意来到, 去扔了家里的东西, 那之后呢, 他就说, 如果有人再来家里祈祷呢, 结静一下呢, 那会不会更好呢, 他自己提出来的, 那我说, 好, 那我说, 你找牧师师母, 那我去帮助你, 那接着再提, 那我说, 你圣经那么熟, 就是相对地, 他跟我当然是, 我圣经熟, 就是他觉得我圣经熟, 那我看哪一本书, 即是怎样看圣经, 那我建议他, 就看这个文学福音, 就是简单点, 那我说, 一天看一张, 你觉得多不多啊? 我说, 不多不多, 那不多就一天看一张, 如果你不明白的时候, 就回来找阿师母, 那我见他是很开心, 开心得呢, 即是抱着我们几次了, 那我又觉得, 好似呢, 在他身上所做的, 就是那个情况, 就OK了, 可以到这一位, 就, 即是, 可以画一个句号, 那我跟阿师母说回, 那另外呢, 就是另外一个人, 就, 有一次阿牧斯, 就说要做一个, 即是辅导训练, 那呢, 但有一个男士, 就从北京来的, 那那个呢, 就不适合, 即是, 因为他都未相信, 他就不适合, 来到他去做这个训练, 那阿牧斯呢, 就是, 叫我呢, 跟他聊天, 但在这个辅导训练之前, 已经有几个人跟他聊了很久了, 那这个男士呢, 从北京来, 还有呢, 他是做生意的, 诶, 学力很高的, 非常理性的, 我就很怕这些人的, 那当阿牧斯叫我跟他聊的时候呢, 我心想, 哇, 是不是啊, 那但是, 就是, 叫到, 就, 面对挑战了, 那我说, 他们之前已经跟他聊了很久了, 那又来到我这里, 去聊些什么呢, 那样, 于是乎呢, 我老婆娘一直有开始盆树了, 还有呢, 来到他去想一下, 要聊些什么呢, 那我就, 入到他那间, 入到他的房间, 跟他聊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 那我就跟他, 一坐下, 很自然呢, 就去讲见证, 那那天我见证之后呢, 那我就, 就, 告诉他听呢, 其实上帝开始, 我们平安喜乐的人, 我们可以经历的人, 那我就示范我喜乐给他看, 那我当我示范之后呢, 他就很开心, 我看到他的样子是很开心的, 那你想不想, 都这样经历啊, 我想啊, 那我呢, 耶稣呢, 是, 乐意给每一个人经历的, 我说, 如果今天耶稣说, 他想住在你心里面, 来到呢, 去祝福你啊, 和呢, 去引渡你, 那你愿不愿意啊, 他说愿意啊, 就是我问了什么, 他都说好啊, 到最后呢, 我说, 那我可不可以, 我说, 如果耶稣住在你心里面, 那我带你做一个信耶稣祈祷, 好没有啊, 他说好啊, 哇, 我想啊, 我很难想象啊, 因为整个过程里面, 所有都很顺利, 那我就, 那我带你去做决志祷告之后呢, 那我就, 那我就, 那过程里面呢, 我发现我突破了, 是对了一些, 即是很怕面对的人, 那还有, 那过程是上帝引渡, 教导, 那我觉得, 又突破了我自己的行政, 那我是将命令归比主, 我呢, 就继续讲, 就是其他部分, 我们去到荷兰, 海牙那里的见证, 那就是, 那就是, 因为我去哪个地方, 我都是想复兴当地, 和训练他们的师父, 那而牧师里, 都是很认同的, 牧师是很认同, 牧师是很认同这个方向, 很想能够兴起一群服侍者, 能够呢, 有人介绍他来, 但是未信耶稣的, 第一次来的, 第一次来到那个聚会, 那我就和他祈祷, 这对夫妻, 根本我没有机会和他聊天, 因为已经开始了聚会了, 那我只是和他祈祷, 那我祈祷, 我就说, 你放松一点, 神的灵可以临在你身上, 那祈祷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都觉得很平安, 轻松, 并且那个男的, 开始有些喜乐, 那我就问他们, 祈祷有什么经历, 那他说出来, 有平安、轻松, 喜乐, 那我就问他, 耶稣这么真实来到身上, 那你会想信耶稣, 跟从耶稣得救, 那他就想, 那两个都信了主的, 而后来呢, 我们就再有, 就是在服侍祷告, 最后那时呢, 我们有信息, 有祷告, 最后那时我就说, 我都想示范一下, 怎样进入圣灵更强烈的同在, 有谁愿意出来, 那是那个丈夫出来的, 那她丈夫出来的时候呢, 那我就帮她拿, 放松她人, 投入, 那她投入的时候呢, 她是开始喜笑, 只是开心地笑, 那在这个Facebook, 和Youtube, 都会迟些都有的, 就是看着她, 立刻改变, 那我就挑战那些人, 我说你看到圣灵的工作, 立刻这个人改变信主, 那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仔, 这个年轻仔呢, 她又不信神是, 不肯定神是真的, 那我就简单说了, 神的证据, 又为那个年轻仔祈祷, 他亦都是经历圣灵, 亦都愿意信主, 那那年轻仔, 亦都是他们尝试大信主, 但是呢, 一直都没有清楚信主耶稣, 那我给她看见了, 有圣灵的工作真的很不同, 因为, 如果不是有圣灵的工作, 只是言语呢, 就只是言语, 有时人是很难去改变, 那我们一样用言语, 但是我们都会用, 就是圣灵的运作, 当我们讨告的时候, 圣灵的运作在她身上, 她就经历到神, 真实的工作, 那这个丈夫都说, 她说呢, 我今次看到神真的很真, 于是呢, 他就很清楚地, 很开心地信耶稣, 也都在那时候, 我挑战过来, 那他们, 差不多全部都举手, 我愿意, 还有到最后一晚的时候, 星期五晚, 我都问他们, 我说, 看到神的工作, 你想不想给神来用, 在这个教会里面, 兴起一些, 祷告服侍者, 那我也都告诉他们, 你们每个礼拜都有个时段, 是要来, 有操练, 亲近神的, 也都有教导的, 那你慢慢呢, 就越来越, 越来越有圣灵的能力, 那他们都是有很多人愿意的, 牧师也很愿意的, 那因为他愿意呢, 所以可以带来整个教会更新, 那这个是, 就是我感觉很好的, 那你都, 里面有一些人呢, 他们本身那个, 渴求很高, 比如其中他们一个, 同工, 瘦身的同工, 他呢, 就是很多东西问, 很多东西想了解, 那也都是, 就是, 真是, 他自己得到的答案, 他自己很热心的, 真是好了, 而牧师的弟弟, 也都是以往, 是, 在这个, 就是那种, 整天都是理性的, 他对于神呢, 不是那么开放, 那我又回答他, 关于圣灵的工作的问题, 那他, 然后为他祈祷呢, 那他的心也是开的, 那里面也都有人呢, 是以前牧师说, 我和你祈祷, 他不祈祷, 但是他听到那么多人经历, 他就祈祷, 而祈祷的时候呢, 也是经历圣灵工作, 所以是有改变, 就是, 整体都有改变, 另外, 也有安排去一个西班牙教会, 这个西班牙教会呢, 是更加开放, 他本身都是有经历圣灵的, 那我去到呢, 我一开始讲神的爱, 一讲, 就有两个姊妹呢, 就哭了, 感动哭, 那我就请她出来, 我和她祈祷, 那祈祷的时候, 更大的感动, 那我问她, 在祈祷的时候, 她经历了些什么? 她就是, 经历到神的爱, 来感动她, 那其中呢, 其实很多个呢, 都很大的更新, 他们的经历是比较, 其实那个华人教会更加开放, 那我只是看得到, 神的工作是会持续的, 即是将来安排到的时候, 我都说, 如果他们持续在圣灵运作, 我们会去再帮他, 等他能够在圣灵的运作之中, 那将来也都大家可以有机会去, 因为去荷兰呢, 就容易过去, 我去那些非洲的地方, 非洲的地方呢, 是分难很多, 但非洲的地方那些人, 都是很想, 很想能够经历圣灵, 学习侍奉, 因为非洲的国家, 很多时候, 他们是着重, 譬如说信息, 着重那种, 兴奋性啊, 很多口号啊, 譬如说, 神的恩公好有帮助, 神的恩公好有能力, 神的恩公好有能力, 神的恩公好会提升我们, 神的恩公好会帮助我们, 就是很多口号, 但是, 不是很多实质的教导, 我去到的时候, 他都说, 你是第一个牧师来到这里, 在这里教导, 训练我们, 怎样侍奉, 怎样处理生命, 怎样讲道, 所以, 其实他们都是很想我继续去的, 如果帝英姊妹有, 可以的, 都可以跟我们去的。 我们吧, 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地方, 在这里教导, 我们去到这里教导, 我们在这里教导.